哈喽大家好,我是哥哥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人生中的第一件汉服应该怎么买 也就是入坑攻略 首先是一个最基础的命题,也就是汉服是什么 那么在汉服运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汉服的定义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汉民族,一个是传统服饰 汉民族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存在的一种服饰的体系 而传统二字也就是传而统之 它是依据一种固有的方法来制作衣服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它有一些固定的结构制衣方式是不能改变的 那么像这种各方面的规定加起来呢就是形制两个字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它是不是一件汉服就是看它形制对不对 形制一般是分对或者错 也就是说它形制对了它才是一件汉服 而形制不对的话它就不能算作是一件汉服了 而另外呢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件衣服版型好不好 那么版型呢是分好坏 它影响的是这件衣服你上升的时候它的上升效果如何 它是否跟你的身体服贴 所以汉服呢我觉得它现在不只是一种小众的服饰文化 它的背后呢更有一种民族符号和文化符号 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汉服跟罗根JK制服的话 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服饰的体系 那么它除了服装本身之外还涉及到文化历史 然后跟现在的考古那些博物的发展也有关系 然后跟传统工艺的传承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你买你的第一件汉服之前 你必须要知道它是一件衣服 但是它又不只是一件衣服 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很多服饰啊 存在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一件汉服应该买什么样的呢 那么首先你得知道你想穿它去做什么 也就是说你穿衣的场合 你是想拍照 还是说出去玩穿它 还是说在传统节日 或者说在一些比较重大的场合来穿它 那么穿衣呢也是分场合的 不管是汉服还是时装 但都是有所区别的 首先第一个场合就是拍照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小姑娘买汉服 其实不是因为它是一件传统服饰啊 是因为它好看 我只是穿它拍一套照 然后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么在这种场合之下呢 基本上就是你爱穿什么穿什么 你爱买什么买什么 买你喜欢的就可以 买拍照好看的就可以了 只要不买到山的那种或者影了 我就可以了 毕竟如果我晚几年入坑的话 现在的我可能也是喜欢那种六米百的骑修 那么我觉得这个无可护飞 你爱穿什么是你的自由 不能说你什么 但是当你穿着这种没有出土文物 甚至没有画像桃勇的这种所谓汉服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说你是在重洋传统文化 或者别人怼你的时候你说他不尊重传统文化 嗯 你就承认一下自己只是喜欢一件好看的衣服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这并不是一件很羞耻 或者说很难堪的事情 我觉得说这是很正常的 谁都喜欢好看的衣服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是想买这种汉服的话 其实有很多店 比如说秦辉格啊 菩提雪 景色 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拍照很好看的衣服都可以选 那么他们通常来说 价格会比较高 一般一套的话 可能也要到一千左右了 所以如果你只是用来拍一套照片的话 其实我更推荐你是去租一套 租一套的话成本也就是在 一百到两百吧 千万不要买衫 因为衫的话真的看得出来的 而且质感真的差很多 然后第二种场景呢 就是一些比较日常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汉服日常 也就是说在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或者节日出游 上班上学 然后逛街 包括出去旅游 在这些场合穿什么样的汉服 那么这种情景呢 也就是最常见的情景 那么在这种情景之下 我是推荐大家第一件买对筋类的短身 也就是说类似于我身上这件 然后千万不要买大袖 不要买奇胸 不要买商家所谓的奇迹 为什么不推荐奇胸呢 因为大部分商家做的两片是奇胸 真的很容易掉 具体的话 我之前也发过奇胸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为什么不推荐大袖呢 因为大袖平时走路 吃饭都很不方便 就谁穿谁知道 关于屈居呢 现在商家做的屈居 95%以上都不是按照出土文物的形式做的屈居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被打入眼楼庄了 但是现在市面上还是有很多 因为在早年也就是我刚入坑的时候 我有很多人觉得屈居才是汉服应该有的那种端庄的样子 所以现在很多屈居其实是早年考据不完全而产生的产物 而且就像放在四五年前那个所谓的什么现代汉服服饰体系里面 屈居也是算做礼服的 你看谁每次穿着礼服在大街上逛对吧 很多商家其实包括一些口碑比较好的商家 他们现在还是保留了早年做的这些屈居 所以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买这种屈居的 就千万不要买屈居 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第一件买这种对筋类的短身呢 其实有很多原因 第一点就是因为上身下裙这种形质 是我国所有的 基本上是所有传统服饰里面最基础的一种形质 从唐开始这种上身下裙的形质就一直传承到现在 包括在清朝 清朝汉女穿的其实也是这种衫裙的一种形质 但是可能具体的形质会有所区别 第二点呢就是这种对筋类的短身 它是有充分的文物的佐证的 包括像黄身木出土的宋代的短被子 然后孔服的旧藏那就更多了 明知有很多文物可以参考 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常保险的形质 基本上不会出错 第三点呢就是它非常方便穿着 可以算是所有汉服中穿起来最快的一种了 第四点呢就是它对大部分汉服商家来说 制作功力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 像树领对筋的话 其实版型要求会稍微高一点 而像这种直领对筋的身子来说 大部分商家都能做 大部分的商家是把它叫做短被子的 但它其实就是一种短身 那么像裙子呢一般就是这种一片式的褶裙 虽然它现在还没有术术文物 如果想显瘦的话也可以选择片裙或者破裙 那么像这种山家裙的组合 在大部分汉服店里面呢都能买到 而且基本上都做得不错 至少上身是没什么问题的 如果一家店连这种最简单的形式都做不好的话 我都能自己做 那像这样一套上身下裙的话 大概的价位低的话在300左右 网高了的话千元之内可以买到材质用料 版型做工比较好的一套了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重回汉堂的实体店的话 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实体店去试一下衣服的 这样你才会知道哪种形制才是适合自己的 那像重回的话一套这样的汉服 基本上300到400能搞定一套 然后它本身口碑和性价比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大家作为第一套来选购的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正式场合 比如说成人礼 活礼 毕业典礼 或者需要走红毯的这种场合 一般会穿的比较隆重或者正式一些 在这种场合之下呢 我是比较推荐大家穿一些带有我伯伯传统工艺或者传统文样 这种汉服 毕竟汉服呢我是觉得所有的材质和工费 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我看一件衣服就可以知道它的大概的成本是多少 而不像别的一些小众的服饰 我是看不透的 所以汉服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所投入的价格 在服装本身的细节质感上面 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服饰 才可以称得上是传统服饰中的礼服 或者说正宗 那么它们的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 如果便宜的话 3000左右可以买到的一套 那么大家都是学生 我觉得一般不会有人花3000块钱买一套不怎么穿的礼服 所以我觉得租汉服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一般来说四五百一套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就是入坑攻略的第一期 因为入坑这个真的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 所以我准备分好几期来录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